好,黃毓民議員 主席,因為只有三分鐘時間,我沒有辦法講完我要講的事情 我不需要你回答,我是講意見 原則上我們認同警隊有標加強防止和打擊科技網絡罪行的能力需要提升 要加強,原則上我們同意 但是否用這種家人的方式呢? 這真的值得相隔 首先我要申明立場,我是反對開設一個總警司長額職位和74名非首長級職位 成立一個由商業犯罪調查科、原有的科技罪案組 將它升格成為網絡安全和科技罪案調查科 升格,等於與商業犯罪調查科平衡 需要一個總警司和74名非首長級職位 我是反對的 政府文件第二段中提出一系列的數據 剛才副局長也有提到 為何要成立網絡安全和科技罪案調查科 所謂一大大堆數字,我不再重複了 我們對於這些數據,我也不懷疑 因為事實上,資訊科技的發展 所謂科技罪案一定是層出不窮,日新月異 規模就越來越大,這個必然 但即使如此,你現在是否有需要將科技罪案組升格 以及變成一個網絡安全科技罪案調查科 那規模,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現在你看回目前,科技罪案組是隸屬商業調查科 人手編由最初的26人增加到98個 現在升格奪來的商業犯罪調查科 恐怕只會出現一個架構臃腫 原來的安排並非偶然 大部分的複雜科技罪案 都是屬於商業罪案 科技罪案組隸屬商業犯罪調查科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你沒有必要將它升格 否則你會資源錯配,效率下降 另一件事我擔心的,你有沒有人才 這才是最重要的 警隊裏面,你要找一個總警司 那總警司是否一個IT專才 他領導的這74個非首長級的職位 在海外留學回來或參加過其他相關的調查 自己本身在這方面有專業知識 不僅如此 你說到網絡安全 其中提到調查科的工作 有兩項涉及網絡襲擊 我很有興趣 適時進行網絡威脅的審計及分析 防止及偵查針對關鍵基建設施所作的網絡襲擊 從而為該等設施提供支援 以及第二 提升重大網絡保安事故或大規模網絡襲擊的事故應叛能力 我想知道這七十多人內有甚麼人會做這些事 所以你一定要提供足夠的 主席 要他在這方面,特別在網絡攻擊方面 提供數據資料 即是你要這樣的編制時 你這些人是甚麼人 他能夠足夠應付 你剛才所說的 好 好